其實我自己本身對於宗教、基督教和政治的關係是有興趣的 我寫這一篇是正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星文化學會》和《基督徒民主教室》 經常說推動民主其實是否… 民主只是次要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的紡紙 其實它背後是要說什麼呢 我就寫了這篇文章 由於我是關心基督宗教和政治的關係 尤其是香港 我就用一個南非 其實為什麼當時會用南非呢 因為我們的群體《回歸基督精神同盟》 去過兩年的全球祈禱日 他們全球祈禱日的想法就是由南非出現 就是全遍全球 馬時亨和他太太王佩奇 承包了那件事來做 所以我就去了解南非的處境 全球祈禱日是從南非來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種族隔離政策 曾在南非實施的 在1985年 在南非有一班神學家 神學人 那篇文就組成了一齊 寫了一個文件 叫Kairos document 就是魏基或契基的宣言 在1985年 是一班南非實學人寫的 那篇文件 我在《中國右派》裏面那篇文件 都提到Kairos document 但提得不詳細 那篇文件大家自己去看 我反而想補充一下Kairos document 這篇文件的處境和香港對比起來 其實是有甚麼關聯或類似的地方呢 Kairos document 其實就是針對種族隔離政策 亦都是他們說到 這篇文件是一個 open ended的 即未完的 這個篇文件 在南非出現 他的對象是南非分裂中的教會 分裂中的教會是甚麼意思呢 根據他們當年所說的 就是他們的教會有兩種情況出現 一種就是 種族主義的少數政府的 看法的一些基督徒 以及大部分的 majority的 黑人的人民的基督徒 有這一種分裂 那我自己想 跟香港的政治 或者跟香港的教會的身體 都有些關係 譬如香港 譬如 我一邊問也有提到的 就是教會更新運動 都提到 香港是一個很大的 中產化的現象 香港的基督教會 但是香港的市民 我相信 不過南非來說 就是膚色的分別 在香港就是貧富的分別 我認為 這個卡拉斯文件 也說 國家神學這一點 其實國家神學 這個字 也不是他們創造的 在希特拉時候 巴門宣儀 也說到國家神學的問題 他也說到 國家神學其實是保障一些甚麼呢 當時南非 是一些資本主義 極權主義 種族主義 這一種不變 Status Quo 即是不變的 社會上高的意識形態 就是維護這三樣東西 極權主義 資本主義 和種族主義 在香港 其實香港教會 香港普遍堂會 那種神學的思維 是否其實都是保障著 那種不變 那種主流 那種思想 其實都是有些類似的 那樣 他也提到 那種的國家神學 是誤用了神學的理念 和一些解讀聖經 他是用了一些政治 political purposes 他用political purposes 來解讀 Biblical text 即他解讀聖經的時候 是有一些讀入了政治的目的 在裡面 那麼這個香港是否有呢 他舉了例 簡直就是 文中文牧師舉了例 就是諾馬書十三章 當時 當中信服掌權 又什麼 又成這樣 第二點就是law and order 即法律與秩序 亦都是馬時亨的一些意識形態 譬如我們去全球祈禱日 有些人說踩場也好 你說去衝擊也好 你說去祈禱也好 你說去敲醒這個人民也好 他們都會覺得我們是破壞的law and order 其實這個就是當年 carlos document裡面所說的 即是國家神學 即是傾向國家政權那種神學 就是有這些現象出現 而那些law and order 是不公義的law and order 再者 這個當時的carlos document 都指出 這一種的國家神學 其實 是合理化國家用一些暴力 國家用一些暴力 去維持它的主流意識形態 這一個在香港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其實 為什麼我寫這篇文的時候 都提到 有兩位同學 不是一位同學 一位是老師來的 葉青華老師 和曹文維爾同學 大草 他們都認為 他們都不由而同 在facebook裡 都說到現在香港 也是一個carlos的時候 在當時我寫這篇文的時候 他們這個carlos document 也都是 講出 現在香港 經常講和諧 當時其實都在講 講復和的reconsolation 就是復和 但是這個carlos document 他就說 復和是不可能的 如果沒有公義的話 其實這個大家都明白 他提出 當耶穌說 人家打你左邊面的時候 你給你右邊面來打 但是耶穌就沒有否定 我們可以defend我們 或者為了他人去defend別人 耶穌沒有否認過這個 我寫這篇文的時候 其實現在和那時候 都是一樣的 有很多人會覺得 會保持中立 譬如我最記得 最近有一篇聲音的文章 李錦鴻社長 時代論壇 大家可以上網聽 他講外國教育 他講外國教育 聽到我真的要爆粗鬧 為什麼呢 他說你們一來就說 外國教育是洗腦 這種政治看法 其實是阻礙了我們 去討論外國教育 所以我們應該中立些 去看外國教育這件事 不用我說 卡羅斯的文章有一句 它說 neutrality 保持中立 只是造就了或祝福了 或者容許了什麼呢 容許了那些壓迫者 那種主流的意識形態 對不起 他什麼時候講的 你可以看回 你上次論壇的網 他有一個聲音專欄 就是叫做 他自己講的 是的 大約什麼時候講的 應該是這兩個星期 就是那個外國教育 和那個國民教育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他就是回應那個 其實所謂保持中立 有時候就是 就是 站在那個壓迫者的角度 去保持了 維護了社會的那種不便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也就是卡羅斯的文章 講到 就是缺乏這個social analysis 就是有時候 那些的教會 跟香港沒有一樣 是吧 他們不會分析社會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他講到一句 我覺得在今時間 香港人很合用 他說 基督徒 need to make use of politics 基督徒需要 使用政治 他講到 Christians need to make use of politics 跟著他也都講到 先知神學 先知神學就是 不多講 就是批判得公義 等等 Action 教會應該有些什麼 就是動作 有些什麼Action 他也都在Clarus Document 那裡有講 這個 他就說 就是要 跟那些人民的政治組織合作 包括一些 他是沒有舉例的 就是我的思考 就不一定是政黨的 可能是民間一些團體 民間一些組織 教會不應該只是 為政權祈禱 即是就算 教會不像馬仕坑那些 馬仕坑那些 馬仕坑那些 簡直不會為政權悔改祈禱 Clarus Document 就算你教會說 為政權那種墮落祈禱 都不足教 他更加要mobilize 他們那些members 教會的members 就是那些教徒 在每一個教區裡面 去mobilize他們 去參與 改造 南非的將來 包括有些什麼行動 他講得很明顯 就是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 還有moral guidance 在那個靈性上 是有一些指導 指引 這個就是我寫這篇文 的時候去看 就是香港性文化學會 他那個基督徒民主教室 他說我們要去做民主的事 其實他都說 其實我在最近一個 綠色研討會裡面 遇到基督徒民主教室的一些朋友 他跟我說 他說 就是說 他們就跟關啟文 就是關啟文就看著他們多些 那麼蔡志森呢 就跟他們分開些 蔡志森就明光寫些 那麼關啟文和蔡志森 也都是有一些不咬嚴的地方 所以基督徒民主教室 又傾向多一點 就是在那個綠色研討會那裡 舉辦的那些 就是學會啊 機關啊那些 就是都是傾向那些民主那裡 但是我要提出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發覺 在很多差異當中 比如你說 你比如說到 我舉一個例 就實在一點 我最後舉一個例 我認識一個教會 我不用開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 這個教會是很不介意去表露他那種 民主爭取公義那種的政治性的 那麼這個教會的牧師呢 都是跟我們是好朋友的 但是呢 他去到一些位置那裡 政治性他是不介意的 但是性政治他很介意的 反過來 政治性他不介意 性政治他很介意 這個很奇怪 譬如他會跟我們一些 神學上高的路上的朋友 他會說 我教會就不介意說一些很政治的東西 劉曉波 我們為他祈禱 我們貼他 在教會的槍那裡 但是你一說到那些 涉及性的那些東西 我們就不要說得那麼 我們要說得保守一點 因為呢 他不希望呢 因為這個差異呢 令到那個他認為更重要的東西 譬如六四 平反六四 他不希望令到那樣東西呢 有什麼閃失 有什麼差池 他要犧牲 即是他認為的小我 以完成那個大我 那這個我是不太同意這個牧師的 還有我班人在社會院的朋友都是 就是我們認為 就是 我不想覺得爭取民主 或者港那種的時候 我們要很策略性地去想一些東西 而跟我們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 是有些背道而馳的 即是說譬如為到聖小眾去 我們希望在神學上高 或者在教教的資源裡面 去發掘一些為聖小眾 或者是 就是 同志朋友 或者甚至是 跨性別的弟兄姊妹 來到去 去為他們做一些神學 或者和他們一起去發展一些美好新世界 不想為到 我們要平安六四 因為我們要站出來去爭取社會正義 而去放他們去一邊 而這個是叫做一種策略性的做法 這個是我們覺得是不能夠忠於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 就算同路人裡面 都有很多這些的差異 而性這件事 就是 有一個女性主義神學家 其實也不算女性主義神學家 他叫做不單是女性主義神學家 叫做 如果沒有記錯 他就是阿根廷籍的類性主義神學家 他就說 性這件事 其實根本就是整個社會文化 社會文明 宗教也好 政治也好 經濟也好 最最最最根本的一件事 有一點到那裡 就是死了 有一點到那裡 就是 分清是人是鬼 有時候去到那裡 就是 我看這一篇的 就是基督徒民主教室 或者香港性文化學會 他講到 說我們要爭取民主 但是呢 他說服別人 在他的網站那裡說 他要說服他那些 支持他們的堂會 他說 其實呢 我們 支持民主 其實我們就是要透過民主 透過支持這件事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 繼續是 不是說 就是有些人 有些明光社 或者有些 那一類支持他們 教育的人 認為呢 聖小眾 那些 跨性別人士 或者是 就是同志 那些 他們就是經常打著民主的旗號 去要求他們的權利 所以我們對民主 是要很有戒心的 但是這班的朋友 基督徒民主教室 或者聖民化學會 他們就嘗試去教育 他們那些支持的會員 那些教會說 不是的 其實我們支持民主 其實我們都可以 不是站在那些同志想的 其實相對比 我剛才講的 我教會的牧師 就是有這一種的想法 所以我都覺得 在這一方面 需要有少許的釐清 這是我的上半部分 一篇分享 稍後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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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